在路上看到錢 千萬不要急著把它放到口袋 因為這很可能是心形詐騙 屏東有民眾朋友們分享 說在夜市陸續撿到了兩捆 本用檳榔袋綁住 上面還纏了好幾條橡皮筋的 整本千鈔 高達20萬元 結果拿到派出所才發現是假鈔 而且最近有不少人撿到 中午 中午比較會看到在地上 都會放在路中間這樣 幾乎每天都來放假鈔 事件發生在屏東市區 民主路上的夜市裡 被人刻意放千元的名鈔 捆綁放在路上 是惡作劇還是心形詐騙 您就擔心如果有人貪心 想私囤沒報警 會不會反遭求償倒賠一把 而附近店家只認丟假鈔的是他 你之前有半錢 我現在有 你現在有 我現在有 到底為什麼要放假鈔 男子不肯說 但他穿著白色吊嘎迷彩褲 背著後背包 穿梭在人多的夜市裡 不時彎腰剪食地上垃圾 格外醒目 附近攤商幾乎都知道他 去買那個假鈔 然後捆在一起 然後就丟在那邊 然後看到有人撿起來報警 他就很開心這樣 他都把丟在那個十字路口那裡 固定都丟那裡 是不會攻擊人家啦 那是會造成店家的困擾啦 他有時候就東西會亂丟啦 丟假鈔啦 會用那個紙張啦 點火這樣啦 民東夜市有民眾撿到 不明紙鈔 經警方檢視軍委玩具鈔票 尚無民眾因類似紙鈔 受害情形 還好目前只是惡作劇 但事件可大可小 難保不會被有心人利用 畢竟這假鈔撿到口袋裡 監視器拍不出真假 若真的被詐騙求償 民眾真的會被當提款機